另外一隻就是市場焦點2007 觀眾的 Jason Yu 想問 他說2007 插完之後現價買值不值得接駁呢? 他手上沒有貨的 我不會接駁 整個內房板塊其實應該由起碼一年 應該一直都說危險的 到真的跌勢出來就根本不看了 因為其實沒得猜 即是你不會怎麼猜到究竟政策面 什麼時候才有一個很大的轉機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相信是所有的反應 即是市場的反應其實是很綜合的 即是你由上面的政策出來 接著企業究竟怎樣應對 但是最重要其實企業的應對 都要看究竟市民 或者他們的用家 或者他們的消費者 或者他們的客人 怎樣去看前景 因為其實內房 現在大家都明白 現在是資金鏈一個遊戲 是很緊張的 那些人不肯買他的房子 我也不要說到底是不是有其他的關心 純粹只是 大家都會看到前景不是那麼高的時候 你就自然買少了一房子 買少了一房子的話 你的周轉又差了 那你就一環靠一環 你就暫時我未見到 這個漩渦幾時結束 所以整體來說 和內房相關的 如果要搏的話 我都未必是會搏股票 即是我要搏的 真的寧願可能 我當Distrested bond 這樣去想 但是不適合避免 或者你很少住 純粹當賭客 沒什麼所謂吧 是